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Katana 4.0最新的灯光工具 因为我们毕竟面板还是工作面积还是有限的嘛 所以实际上我们像之前的覆盖的渲染监视层 我们渲染的监视窗口其实可以把它拿起来 这是从3.5以后我们更新的内容 那么从4.0以后我们其实可以独立的在这个环境中进行工作 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希望你的属性面板也同时存在的话 你可以把它飞到右边 然后我们去给它做一下 那你就是给它做一个实时渲染 实时渲染以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打开 那我就全部给它打开吧 打开以后呢你需要把这个部分打开 这现在呢没有任何灯光 所以呢它是纯黑色的 然后把它放到最大化显示 现在呢我们计划呢给它做新的灯光 那灯光工具呢只需要你把这个小头像图标打开 现在就启动了这个灯光工具 我们可以在全屏全屏模式下工作 如果你安装了其他的渲染器呢 你可以从这儿去打开更多的渲染器的这个灯光部分 那我就还是以默认的这个3D light方式呢进行一个灯光的操作 比方我们给它打一个这个面光源 这边呢有如何放置光源的这个方式 比方说以物体中心呀 物体的面的这个发现中心呀 或者是呃这是物体表面 这是面嗯 还有呢比方说有shadow的方式呀 normal的方式 normal就是发现方向 我们先以发现方向的 我们可以先给它放置一个灯光 放置的时候你需要按住键盘的shift键 鼠标左键单击物体表面 比方说我在这个边放置一个灯光 现在就添加了一个灯光 如果把这个渲染监视层打开呢 你就能看到这个目前渲染的这个结果 然后这边呢就已经有一个 呃浮动的一个呃 这个灯光的这个表 那么你可以把比方曝光 我把它加大 这边就已经显示到曝光的结果 这样我们做起来呢会比较容易一些 然后你可以轻易的通过鼠标呢 挪动这个灯光的位置 你可以调节一个更好的角度进行呃曝光的工作 其实呢在这里面还有更多的方式 比方说以呃高光的方式 那么它角度呢比这个角度会更大一点 就是使得这个灯光的往后一点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比方说我们现在呢朝这个方向呢打一个光 然后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灯光 这添加灯光呢还可以以比方说以呃反射的方式 反射的方式呢有点像轮廓光了 就是那个光线呢以更加更大的一个角度呢 往这个摄像机的和摄像机的方向已经照射 还是按住shift键 你可以呢在这个方向呢 比方说我们添加一个灯光 添加一个灯光以后呢 你可以怎么调整呢 就是按住control键 就是左右拖拉呢是灯光的远近 control shift键呢是灯光的大小 也是左右拖拉 你能看到灯光这个矩形的面呢 进行一个放大或者缩小 那我就把它曝光度加大 那你在这个湿湿的渲染窗口当中呢 你就能看到这个呃非常精确的一个曝光的效果 这样就非常简单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曝光的工作 那前面这看起来有点黑呢 我就不要再打一个灯光 以反现方向按住shift键 比方说我从这个位置呢 我打一个灯 然后呢我简单的给它调整一下大小 或者是远近 让前面呢也有一些补光出现 然后把这个面呢放的大一点 我使得前面呢 我使得前面呢更加有柔和的光线出现 呃前面的灯呢 我可以稍微再弱一点点 当光源的面积增大的时候呢 它曝光度就会增大 更加的发生一些慢反射的效果 这样就非常简单的 轻易的 我们就给它呢做了一个 曝光的工作 那么当我们去点击某一个灯光的 呃这个控制的这个图标的时候呢 可以非常轻松的打开这个灯光的这个 控制部分 那我可以独立的去把它 独立的单独去渲染某一个灯光 或者渲染这个灯光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 某一个灯光的一个照射情况 然后比方前面这个灯 看来这是一个补光的 也整体补光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话就非常轻松的去处理灯光的问题 感谢观看